上期KBT分享了封线球员必学的低位进攻技巧 但低位面框进攻终究还是更适合大个子 后卫球员想在低位肆意得分应该怎么办呢 本期视频给你答案 1.底线转身上篮 后卫球员想在低位完成得分 一定要利用好转身 背身要位时用下盘卡住防守人 并用身体感受他的位置 如果防守人位置靠外 我们就在接球后直接换手转身 并利用护球手延误防守人 溜底线完成得分 当然防守人不是摆设 一次转身后 如果防守人上前封堵 我们就顺势扎球 再做一次后转身完成终结 如果对方封盖能力较强 转身后可以做一次投篮虚晃 再利用上下步完成得分 2.第一位转身跳投 适用于投射能力较强的后卫球员 进攻前同样是用身体感受防守 防守人偏向底线 我们就往上线转身 跳投终结 反之如果防守人偏向上线 接球后我们可以直接转向底线 后仰跳投得分 3.背身虚晃加转身跳投 实战中如果我们在接球后 没有直接得分的机会 就要更多的利用虚晃脚步 去获得投篮空间了 使用虚晃脚步前 先利用对抗去创造进攻空间 对抗后可以猛的向底线做一个半转身 再转向上线投篮 也可以在半转身后 衔接一个谎间动作 向底线翻身跳投 当然别忘了转身后 还可以利用投篮假动作点飞防守 在上步中间 总之灵活地利用转身去寻找机会 才是后卫球员在低位的生存之道 最后 炎炎夏日 想要在低位进攻时不受束缚 可以选购KBT篮球运动短裤 延展性超高且透气的面料 可以陪你酣战整个夏天 关键价格还相当便宜 只要一顿午饭钱就能买到 赶紧点击下方购物车 选购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